這款會對比剛才的三重標盤的Open Heart 這款會比較平實、低調 但視覺效果會比較清晰 這款雖然是Open Heart 其實都是有50小時的動力儲備 但整個標盤除了打開了天窗之外 其他位置都是一個湖水綠色的太陽紋標盤 這款會比較低調 而且標殼外形其實沒有這款零角的打磨 它會圓潤,整個線條比較柔和 如果想低調一點點的朋友可以考慮這款 但低調不到多少 始終這個打磨和湖水綠色的標盤 還要是太陽紋 其實本身戴上手這款都是很搶眼的 一個這樣的視覺效果 正裝標款的效果 不會太大隻 我先看看 標殼直徑是39.3mm 其他呢 我這份資料沒有 其他自己量 直接量一下 39.5mm 其實差不多了 有一點點不差 然後呢 就會是 45.7mm的脫位 厚度呢 就12.2mm 中規中矩啦 不會太厚不會太薄 這個 還有順便看看 其實有些朋友如果你要配標帶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這裏呢 可以看一看 這條標帶 就會是 其實19.7mm 其實已經無限接近20mm 這樣應該是對的了 20mm的一個標帶 寬度 如果你不喜歡這條鋼帶 或者有時候想換款 你可以換一條20mm的標帶 我們看一下 這個標盤的細緻 看到它整個湖水綠色 哎呀 有字幕 湖水綠色的太陽文標盤 非常之漂亮 做得 亦都看到它的指針 其實是會有 多面的切割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放大一點點 對 指針都會有多面的切割 中間這層呢 就會做了一個磨砂 另外兩邊就會做了一個拋光 它是一個很鋒利的一把劍的劍型指針 另外看到它這裏呢 中間這層呢 雖然是有夜光 但是去到尾部 尖尖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做磨砂的效果 順便看看它的黑道打磨 其實都是非常之漂亮 其實你看到它反光 反射射燈可以做到這麼摧綻的效果 都知道它的打磨非常漂亮 還有它會有少少彩虹的效果出現 看到嗎 都是這些打磨得很好的才可以做到的效果 其實呢 如果你這樣放大來看 仔細看 其實它連這些黑道 連這個Power Reserve這支針 其實全部都是有經過一些很精緻的打磨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看一隻標 欣賞一隻標 應該是說 你放得它越大 就越可以看到它在一些很細緻的工藝上面 那你到時呢 就給回這個 公價6500多 有會員優惠價的話 有經驗的朋友都可以估算到的了 非常抵患的 即是可以做到這麼精緻的 其實是 東方標本身都是一些性價比很強的品牌 Orient Star也是對標一些比較高規格的手錶 但是呢 你說的是 它是那個工藝 它是一個打磨 它是會對標的那些品牌 但是不等於它的價錢 是跟別人一樣 它的價錢是便宜的 還要一大小 那麼 東方Orient Star這些款式 其實如果你說 有些朋友想玩一些 帥仔一些 高規格一些 又有些品牌的話 那麼東方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 那有時呢 即不是我要踩他們 有時精工精神 可能跟這個規格 都真的貴一點的 這個是有些機會發生的 這個是事實 那我就不是踩他們 要完全對標同樣 Open Heart 這樣五十小時動力儲備 之後呢 工藝這麼漂亮 那你真是很難找到它 是六千多元定價 又真是 對了